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了66亿港币成为了青岛啤酒的第二大股东 那这个故事非常的富有情怀而且非常的励志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富甲一方的商人对他而言 情怀一定不是最重要的 他其中一定还会有他自己的目的 那我们很想听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他此次投资青岛啤酒最重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这样的一个举动会为他这个公司带来怎样的一个收益呢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从情怀的角度来说 30年前跟这个30年后 非常励志是吧 对对对 郭先生他的这个个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阶段 他现在的布局呢肯定是主要是从这个资本配置 跟这个整个的一个他的复兴国际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的 我们看就是他的这个首先他的这个买入的一个价格 那叫这个港股的一个市市价呢 其实他是12月20号这个完成的这个收购吧 大概有30%的一个折让 那从这个折让后以后的这个股价来看呢 他其实对应这个1718年的一个市盈率 大概是20倍左右 20倍到21倍左右 所以说整体来说对于一个这个食品类的一个股票来看呢 食品饮料的一个股票来看呢 他这个估值还是比较合理的 那同时我们其实可以看这个青岛啤酒 他A股的一个股价 其实大概现在40块人民币这个价格 叫这个港股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 对对对一个premium在的 所以说整体从他这个投资的角度来看 他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那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从复兴国际 复兴国际现在是一个集团化的一个布局 后面我们应该也会涉及相关的主题 他的板块其实已经是布局的非常广了 那收入这个青岛啤酒比较好的一个品牌 那未来其实会有可能很潜在的一些这个机遇吧 结合他目前的一个生态布局 那再有就是说其实明年从这个大的一个政治格局来看 是一个这个国企改革的一个深化链 那未来呢这个在青岛啤酒这块 目前他的大股东是这个青岛的一个国资委 他是一个控股股东 持股大概是30%左右 那这块未来的一个变化可能也是有一些潜在的故事在的 对毕竟这个青岛啤酒也是我们的这个民族品牌在里面 国家对他也是会有扶持的对吧 从这个国企改革这面 他内部的一些机制啊 未来就是私营资本进入以后 对整个战略的一个操控性啊 可能会较以往会有些不同 对您刚刚提到了他的这个整个的布局 那么我们知道复兴国际未来这个布局呢 也会聚焦在健康富足快乐这三大领域 所以说这个青岛啤酒可能会带给大家的这个感觉 就是比较快乐的对吧 然后我们其实很想问您的是 您对他现在的这个战略布局有怎样的一个评估 那么复兴未来的走势会如何 这些理念是否也会成为 未来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一些领域呢 从这个未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复兴国际 他的一个现状 还有一个他的一个历史的这个盈利表现吧 那首先就是刚刚您也提到了 他现在的一个布局呢 主要是三块 一块是健康 一块是快乐 那一块是富足 那分别对应着因为他只是一个规格类嘛 但他下面其实是蛮蛮多的 那健康这块呢 他既有这个医药又有这个医疗服务 那还有这些这个医疗产品 那然后在快乐这块 其实他传统的这个快乐的布局 是在这个一个是有一些旅游啊 然后一些这个休闲啊 然后一些体验是服务啊 这块的一个布局 其实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青老啤酒 其实是产业来说还是差的比较远 对 然后在那个富足那块 他主要现在布局的是一些金融保险啊 一些这个银行啊 这块的一个一个证券啊 这块的布局 那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模式 那从他历史的一个盈利发展来看呢 他的这个revenue 他的一个收入呢 近几年近五年的话 是大概25%的一个增长 其实是非常快的 所以说他这个战略 其实是还是比较成功的 从历史上来看 再有他的这个EPS 美股盈利也是年化大概18% 接近20%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速度 所以说从整个他的这个战略布局 以及战略执行的一个效果来看 其实是非常理想的 那未来的话呢 我们相信他的整个的一个 这个综合化的一个经营的战略 还是会继续执行的 那青岛啤酒呢 他的这一块业务的一个加入呢 可能会跟他的这个快乐 他因为有一些这个实体的 一些这个休闲娱乐的项目啊 一些酒店啊 一些商场啊 可能会有一些结合 那会对这个青岛啤酒的一个 未来的业务成长 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帮助吧 嗯对 那我们想问的第三条问题 其实是朝日啤酒 与这个青岛啤酒 我们知道之前 他们是一个联姻的关系 而且是有七年之久了 那为什么此时他们选择离婚呢 难道是真的度过不了 七年之痒这个魔咒吗 这个七年之痒 当然是另一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谈这个投资 投资的话呢 就只要是这个朝日啤酒 他从自己的一个角度 考虑会是怎样一个持有啊 还是这个估出这样一个战略考量吧 那首先从这个就是过去 我们看这个七年到十年 这个视角 其实就是这个日本品牌的一个啤酒 都是在尝试这个进入中国市场 因为当时中国的一个酒类或者说啤酒 这块的一个消费 还是在一个成长期 那日本的品牌呢 他想通过自己的一个这个品牌优势 还有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渠道优势 跟中国的这些品牌结合 那他们是希望有一个这个 一个一个synergy 一个这个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结果出现 但事实上从这个具体的运营结果来说呢 中国市场对这个日本品牌的一个认可度 其实并不是特别理想 那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这个需要的一个成长 跟这个渠道的一个优势 那包括就是在中国这个啤酒市场 目前占市场份额也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理想的这个三德利来说 他的一个未来可能也是会逐渐的退出这个 或者说中国市场会 他主要会退出这个市场 把他的股权转给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企业 所以说整体来说 日资的一个啤酒品牌 目前的一个整体趋势是在退出中国市场 这是跟他的品牌在中国的一个认可度 和这个近期的一个发展不顺利 是直接相关的 他们可能还会转移到其他欧美 欧洲 还有这个其他新型经济体 这是日资的一个目前的总体走向 所以说他这个退出青岛啤酒 也是跟他日资的这个啤酒品牌 整体的一个大的战略转移是有关系的 对 实际上也并不是说是中国的这个啤酒市场 不好了 而是说他自己的一个战略布局有一些改变 对吗 对 对于他这个本身的一个战略发展 可能目前中国这块市场并不是最好的 对 他可能是转去更好的地方 嗯明白 好 非常感谢许刃的分享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 现代电视FanTV 请不吝点赞订阅